金融市长张通融 前年因涉嫌为一名酒驾的富人关说 还对办案的远警拍桌怒骂 要他们放人 去年被依教唆公务员纵犯罪 一审判刑一年八个月 可缓刑五年 二审今天宣判 高院认为张通融只认错不认罪 维持一年八个月判刑 撤销缓刑 太阳花学运期间 本土群众募资平台Flying V 发挥蚂蚁雄兵力量 短短四小时 募得六百万余元公益广告经费 分别在纽约时报等媒体 刊登反服貌宣传广告 不过昨天惊传Flying V 在上周遭到贵买中心提前解约 引发绿营立委质疑 是秋后算账 一人陈生日前受访时说 台湾不要再讲拼经济 而是要拼活着 他说陆克真的不要再来了 并称自己把台湾市场做大后 根本不缺钱 早已将大陆市场封杀 引起外界议论 研究调查发现 台北市小二学童 禁试盛行率为35.63% 每三名学童 就有一人罹患禁试 研究显示 幼童禁试与3C产品使用时间过长 和课后辅导有关 新唐尔开电视整理报道